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帝君看了眼滚滚道 走 夫君带你出去走走 帝君牵了滚滚的手出了魔宫 夜风有些凉 帝君怕滚滚冷把他抱了起来 夜空中满天的繁星浩如烟海 帝君道 滚滚也给夫君讲讲心性 帝君抱着滚滚边听边走 丛林跟在后面心想 天宫好多的人都说帝君不爱滚滚 因他在凡事出生 谁知道帝君对滚滚父爱深沉 对他的爱 从来不是轻轻抱抱 而是从小叫他去找 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天地 仲林知道 帝君为了给滚滚挑一把好剑 四处查找上古无影剑的下落 为了留下饭禁的小麒麟 给滚滚当玩伴和做棋 的小麒麟 帝君多参加了不少的法会 这时候走在前面的帝君对滚滚道 滚滚 夫君很爱你 滚滚圈着帝君的脖子对帝君道 滚滚早就知道了 滚滚也很爱夫君 不过滚滚又对帝君道 父君更爱久久 帝君那不一样 父子两个人看够了心性回到小燕的魔宫休息 小燕知道帝君讲究 已经收拾过寝殿可帝君一进来 还是把他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给丢了出去 一挥手 瞬间就变了模样 香炉 紫砂床漫 夜明珠荧光闪烁 清香鸟鸟 小燕哼道 抽冰块连你也太讲究了 不就睡个觉吗 帝君帮滚滚收拾好 看他睡下 自己也准备睡 小燕道 这么大的床 你倒是往里躺躺 老子也不能睡地下吧 帝君示意小燕出去睡 可小燕懒得动了 哼道 老子倒了八辈子眉 拉过垫子地上睡了 不过小燕 他睡到半夜习惯性的 以为自己摔床下了 爬上了床 帝君夜半被他呼噜吵醒一脚 又给他踹了下去 小燕摔到地上醒了 看看帝君 柔柔头倒下又睡了 此时 太成功门口人影一闪 四命抱着大鲤鱼悄悄进了太成功 大鲤鱼死活不出莲池 四命最后用鲜法把水放干才捉住他 四命把大鲤鱼放回莲池 终于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 回头对着莲池道 帝君这宫里嫌弃多 你还是在这儿修炼吧 转身离开了太成功 四日 帝君醒来时发现有人抱着自己 还以为是凤九来了 睁开眼睛一看 不知道啥时候小燕又爬到床上来了 气得一脚又给踹地上 帝君抱着还没睡醒的滚滚到了少晚宫里 叫沐云寒醒了凤九 帝君委屈地道 我要回家 凤九明目乎乎地道 我还没和少晚玩够 再玩几天吧 帝君一看这没法走啊 干脆手一挥 孩子和凤九都变回了原生 帝君肩上扛俩狐狸 怀里还抱俩狐狸出了魔宫 小燕被踹醒后 一早就指挥着属下 像凤九一样的准备早饭 等小燕端来时 正见帝君肩扛手抱狐狸离离开魔宫 小燕气得大喊道 臭冰快脸 你都跟老子睡了 还嫌弃我 你跑啥 凤九听见了 一串欢快的狐狸叫声响在南荒的上空 帝君停下脚步对众林耳语了几句 成林撇嘴一笑离开了 清秋的空气里飘着甜甜的无忧花香气 凤九睡了一觉就到家了 帝君挥手把他们几个给化为人形 帝君看着一脸郁闷的帝君调笑道 东华 怎么你和小燕睡到一起了 帝君捏着凤九的脸道 你抛弃了我 还敢取笑我 蓝腰抱起凤九道 得罚你 凤九一正言辞地道 无形成于什么时候回来 我才有心情那个那个 凤九话还没说完呢 太成功的先不来报 说是三殿下已经找到了祖之神 则日回天宫 帝君嘴角一笑道 很好 帝君抱着凤九边走边笑道 你欠了我不少的紫书饼 腰力滚力 凤九觉得帝君在紫书饼这个问题上 就是小狐狸要喝奶一顿不能断 而此时 男荒的魔族一片混乱 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单身男子 全都笨了男荒 听说是魔族少婉招亲 虽然年纪大了 不过这四海八荒一向不看重年纪 小燕慌立慌张地到了少婉跟前 少婉早起没见到凤九 一听小燕说就知道是帝君干的 小燕不解地问道 祖宗是要招亲 少婉道 是那个老不要脸的 报复我呢 不过少婉嘴角一笑道 既然他们来了 你就同他们去打 昆仑须的弟子回报莫渊说魔族的少婉招亲呢 莫渊的脸上纹丝不动 手却抖了下 小燕打了一上午 有些闹心 看着远处敲着二郎腿的少婉道 连个像样的都没有 祖宗你是真嫁不出去了 小燕正说话呢 见少婉就做端正了 一回头莫渊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道 打赢你就可以了吗 小燕没说话 少婉身边的凤行道 我们祖宗什么时候要嫁了 把少婉带走了 小燕对莫渊道 奇怪 你们天族的地方不养人 她自从昆仑须回来后火气就大得很 也走了 也走了 莫渊看了看四散的人群 看了眼少婉的宫门 拍落身上的飞花也走了 宫门后的凤行对少婉道 看见没有 又走了 天宫今日迎来了喜事 祖之神回来了 而且四海八荒都想要得到的 光之女神居然就在天宫 夜华天君准备了隆重的迎接仪式 各路神仙也早早就到了南天门宫后 连颂挖着成玉的手 快到南天门时对成玉道 闭眼睛 等我一下 连颂伸手招来天河水铺了条流光一彩的繁花之路 又照了新君 夜神 白日礼 斗转新仪 南天门内外 繁星升空 心芒四舍 等候的众人顺时觉得 进入了美妙的幻境中 此时 连颂牵着光之女神组织的手 缓缓一步而来 成玉周身光泽涌动 脚踏金莲 二人黄衣翩翩如雨如花 夜华君带着众神拜过祖之神 这时 连颂掏出玉笛一曲凤求皇 绵绵琴丝飘飘而出 彩蝶飞舞一曲结束 连颂单膝跪地对着成玉道 成玉请你嫁给我 一边的凤九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还是感动得直搓手 帝君懒过他 在耳边道 喜欢 我可以再求 凤九只听见成玉柔声对连颂道 我愿意 连颂牵着成玉过帝君身边时 小声对帝君道 想不想看凤九小时候可以求我 帝君 我温下阻止他 想不想看你多情的时候 连颂甘咳咳声 拉着成玉走了 太陈宫里凤九正和姑姑白浅喝茶聊天 凤九想去看成玉 结果三殿下设了结界 成玉从回来八九日了 还没出来过 白浅道 他们小别圣新婚 这时候宫门一阵吵闹 一会儿弥谷带着青秋的灰狼弟弟进来了 凤九一看这是什么情况 灰狼弟弟肩扛手抱了好几只狼仔儿 米谷还拎了两只筐 一筐里装琵琶 一只筐里还是狼仔 灰狼弟弟见了凤九憨憨一笑不说话 凤九看向米谷 道这是怎么了 米谷回说 灰狼弟弟他偷学帝君抱狐狸丸 把夫人和孩子都变回了原生 可又变不回来了 白衣上神又不在家 只好带他来找凤九 凤九和白浅一听笑的前仰后合 凤九对白浅道 姑姑你别笑得厉害了 还怀着妹妹呢 灰狼对凤九道 我上这节法术课的时候 还不是被你追着打 没学好 你还笑 白浅刚想把狼仔都变回去 帝君出来了 日滚滚 闪闪和阿里几个道 我来 帝君一挥手 灰狼弟弟媳妇化为了人形 上来就狠揍了灰狼弟弟一顿 大家都等着帝君把狼仔化回来 结果帝君手扶上凤九间说 昨天费的体力多 这几只明天再化吧 先留我这里 灰狼弟弟被媳妇拎着耳朵走了 这下四个孩子高兴了 满愿追着狼仔子跑 滚滚他们一高兴化身小狐狸追狼仔 阿里一看谁还没个真神啊 一转身一条小龙又开始追狐狸 一时间太成功笑声不断 晚霞应在太成功时 帝君看了下还在和狼仔疯完的几个孩子 把丛林叫到一边叮嘱了些事 拉着凤九溜出了太成功 凤九看帝君很神秘的样子道 我们干嘛去 帝君笑笑道 去完 帝君带着凤九悄悄入了范英谷 在去往断长山的路上时 凤九突然明白了 凤九抱着帝君道 今天是月令花开吗 帝君道 今天是凡事的七夕带你看花 夜风微凉 草地上还有夜漏 可凤九牵着帝君的手心力却非常温暖 到了明溪湾 今日却不同几千年前的那晚 暗夜无星 此时空中繁星密布 星河璀璨 帝君拉着凤九躺下 凤九躺在帝君怀里 星空如时间的长河 往事入目 凤九轻声唱起那只月令花 那时候他思念帝君而不得 所以歌唱得很是忧伤 今日歌声欢快 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帝君亲了亲他的脸道 我以前也喜欢过一个人 印象中长得好像也很好看 但实在要算个烂人 凤九捂住帝君的嘴道 我那是没了记忆下说的 你还记得 帝君笑道 你说的我都记得 帝君趴在凤九胸前又道 夫人可还觉得我是个烂人 凤九柔声道 你是最好的人 此时空中的繁星像是被暗夜的目不遮挡 一片寂静和黑暗中月令花纷纷开放 在凤九身边缓缓升起 凤九起身在花中追逐 旋转群眉飞扬 银银般的笑声响在夜空之中 帝君上前抱住凤九 在他耳边申请道 小白喜欢你 凤九心头暖流习过 此时此景 帝君这个人都是他的 凤九情不自禁点起脚对帝君道 东华我爱你 两个人稳在一起 太成功几个孩子抱了狼仔 坐在菩提树看星星 阿里道 今天不是我们四开会议 殿下的团聚日吗 怎么爹娘全跑了 滚滚道 听说凡是今日是七夕节 大人爱凑热闹 阿里道 东华哥哥最坏 这些个小狼仔就是他的圈套 闪闪道 阿里夫君也没好到哪里去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喜欢小影请订阅我们 有不一样的见解 请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 有不一样的 特别有 twin